字幕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Aki 我是Bobby啦 今天來到了台中 要帶你到一個室內景點 什麼景點 那就是中科的自行車文化探索館 一聽就知道跟單車有關 沒錯 在那邊可以了解自行車的發展歷史 還有互動設施可以實際體驗 沒錯 現在我們就搭公車過去囉 GO 約45分鐘的車程 我們抵達終點站 中科管理局 如果要回高鐵站 一樣在同個地方上車 那我們距離自行車文化探索館 還有一小段路 現在我們就走過去囉 出發 我們走出來了 這一條路是中科路 然後我們就往右轉走到底就好囉 走 走約10分鐘的路程 我們來到這條路的鏡頭 你會看到我背後有一個很大的建築物 上面有個LOGO G.I.A.N.T. 那邊就是我們的目的地囉 我不會期待了 走啦 走 走走走 當你看到這個LOGO的時候就是捷安特 它是一家設計自行車很有名的公司 簡單的說 自行車文化探索館 就是捷安特的母公司巨大集團所打造的 它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 開車來的話也很方便喔 一走進這個廣場 我發現這裡有個設施很貼心耶 像這個就是自行車的A字架 還有這個就是維修裝 也就是說你今天騎自行車的話 路過這邊 你可以入內休息 吹個冷氣 上個廁所 又或者是說 關於你的自行車出現狀況了 這邊有提供簡易的維修工具 比如說打氣啊 還有一些工具 可以進行維修 我已經買好票了一張四百元 他們還有提供導覽的服務喔 一天兩場分點是早上的十點 以及下午的兩點 如果你沒有辦法在這個時間來的話呢 沒關係 他們還有提供租借個人語音導覽機的服務 一台一百元 不過有一點要注意 館內長射展廳是禁止拍攝的 我們事先有向館內先申請攝影證 有些部分是可以拍攝的喔 還有公共區域也是可以讓大家來拍美美的 所以請大家遵守規範喔 探索館是在2020年的7月成立 算還滿新的才兩歲而已 整個館域有三層樓 一樓二樓是我們的長設展區 我們有打造八個不同的主題展廳 待會會帶你們一起進去裡面 進行一個小時左右的導覽 這邊是歷史廳喔 當時來講還是以馬車為主要交通工具喔 這樣的車子算是非常新穎的 接著我們來到下一輛車喔 整個自行車眼鏡史當中最經典的一輛車 一旦我的路面有石頭過窟窿 其實人很容易就會往前的飛出去 太常發生這個意外事故了喔 到1880年代末期呢 就出現了這一台叫安全自行車 也很好記 因為前面的車都很不安全喔 它去奠定了我們現代自行車的基礎 所以來到我們的科學廳 特意把空間打造得非常的明亮寬敞 很像實驗教室喔 我們首先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在自行車當中第一個學的平衡 要幫我扶好喔 好 你再幫我做剛剛這個左右左右 跟剛剛感覺 完全不一樣 它的中間好像有了什麼點東西 我先幫你把輪子停下來 不會 沒問題 那我先幫你回正喔 正直覺感受到力學的轉動方向 所以你往右打 你的人就會跟著往右轉 往左打就會往左轉 你要幫我握好喔 OK 唉唷 往右轉啊 阿喜 你要 你檢討一下 太重了吧 沒有 你檢討一下 好 就這樣 空氣阻力 那通常我們會把它叫做風阻 你覺得哪一個風阻 哪一個比較快的推在這個股 請留言 欸 救你啦 我們往前走啊 在前面的環形牆上 可以看到 Giant集團從1998年贊助的 每一支一級職業車隊的車款喔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說 職業競賽當中的車隊 他們到底是好玩在哪 刺激在哪 那我們這邊有實際打造一個 VR結合訓練台的模擬騎乘體驗 我用手扶這個 然後 對 移到清楚的角度上面 喔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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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注意一下嗎 你畫面看了什麼 我跟不上了 吸血 小心 OK 好 先休息一下 喘口氣喔 好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遊戲就準備要開始囉 好 我休息一下 我累了 謝謝 謝謝大家 我決定當最後一名就好了 謝謝 哇 剛才玩完那個VR體驗喔 真的是很有趣 裡面有很多的關卡 欸嘿 好玩嗎 我好累喔 我先去二樓 你 好啦 不過如果大家想要 騎看看公路車的話 實際來這邊體驗看看 那我們二樓還有 所以我們現在要出發去參觀囉 現在我要體驗登山車啦 按下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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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我認得這個步道 這個步道我還走過呢 哪裡 我現在腦袋無法知道 它到底在哪裡 暈啊 有一點 你只要握好 基本上都是很安全 它是模擬在騎山路的感覺 但我覺得畢竟還是模擬 實際在現場感受一定會更劇烈 不過還是為了安全 他就是做了一個模擬 給大家感受一下 然後他想要去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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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會像他一樣這樣做嗎 好多喔 大部分的 我們已經把所有的展廳都掛完了 裡面的內容真的很豐富很有趣 不過呢 Bobby餓了 對啊 因為裡面體驗設施 真的是太好玩了 我玩很多耶 玩到 餓到 受不了了 我先去吃飯了 吃飯 我們就吃完飯之後 再跟各位分享 今天的心得囉 不能讓Bobby餓到 好香喔 我們來到三樓的咖啡廳 在這邊可以休息 用餐 你要吃什麼就盡量點吧 真的嗎 真的嗎 我跟你講我已經看好了 就是這個黑胡椒牛腩飯啊 然後我還用那個 火餅啊 甜點啊 那個炸物我跟你講 再買一份 點點點點 啊 吃飯 吃飯 讚啊 都我的 啊我的咧 我不是也有點 不好意思 好飽喔 那個量太多了 我不應該逞強吃完 啊 不行了 二樓有紀念品商店 你可以看到整個環境就是以自行車文化為主題 這邊很多文創小物 那都是生產自行車的過程當中會長出很多廢料嘛 把這些廢料重新設計製作成一個環保產品 真的假的 對啊 看不出來耶 他做的超好的 所以這樣可以環保愛地球 連我都忍不住都想買了 對不對 而且做得很精緻 自己負責 我們已經結束今天自行車文化探索館的行程囉 讓我到現在意猶未盡耶 好想再體驗喔 下次可以再帶我來嗎 當然沒問題啊 他在網外、網內都很棒 對 然後他們的體驗也很多 我玩的超盡興的 很多地方可以拍很多的完美照 嗯 像這邊有很多剛才 嗯 奇奇怪怪的沒看過的 最精彩的莫過於就是他們的展品 嗯 像我們呈現一點點的部分內容 對 還是要實際你們來到現場親自體驗 喔還有 他們的廁所很乾淨很舒服 這個館就讓我想到假日、下雨 對 下雨天來這裡讀雨 而且光我們今天就玩了一整個下午 還可以帶自己的小朋友過來這邊 認識一下自行車的歷史文化 對 然後說不定讓他們愛上了此餘自行車的運動 也是可以的 這個景點就給大家參考囉 那我們就今天在這裡結束 掰掰 清楚 braking 有病 肯定兩百多四天 我們拿上昌庭期。 為您要找到你 幾乎